在職媽媽真的要夠硬朗 不可以叫累 更加不可以讓自己生病 我想我最忙最累的時候 應該是我剛開創自己的生意 我連貨倉都搬到自己家 小朋友和我的工作真的放在一起 有時候我就媽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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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都會很崩潰 我曾經病得很辛苦 然後我睡在床上 每隔一分鐘累 我兒子會過來 媽媽媽媽媽媽急 Dialog 所以我就更加重視自己的健康 做运动、注意饮食 就算是食品 都一定要选天热 有保证 我每天都会吃五色灵芝 是因为它很有口碑 基本上我身边的妈妈朋友们 全部都是吃它的 全靠它帮我打好底 增强免疫力 那现在的我便不怕病了 精神了 个人没那么容易累 我觉得有健康 才可以兼顾到事业和家庭 我觉得人生最宝贵的是 家庭和健康